因為剛剛那個烏蕭文講那個 我覺得 他講的東西跟我國法治還是有不一樣 因為他提到幾個說 因為武器不平等 這個其實是我們常用的法律專有名詞 所以用在這個地方 他的用法好像不太對 然後另外就是說 他說大法官 比較對立法院厚愛 所以說這個可以不用開庭的 所以他還讓你開庭 所以表示對你好 就是邏輯不是這樣 邏輯應該是只要開庭 當事人都享有一些訴訟上的權利 所以你是不是應該 在什麼時候通知啊 或是開庭的時候有什麼樣的訴訟 你自己的權利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想 而不是說可以不用開庭 我只要開庭就是對你好 我剛剛在那邊聽起來邏輯怪怪 而且又提到說他剛剛又一直在講說 一邊三個律師 一邊四個律師 然後十二個律師是四個機關 然後共用時間 我覺得這說法也很怪啊 在我們法律人的立場 我們看的是訴訟標的 四個機關的訴訟跟 立法院之間的訴訟標的不同 所以訴訟標的不同 原本是不同案件 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 他到底是不是 要請幾個律師嘛 而不是說 用那種 用那種很法盲的角度去說 放在一起 十二個律師放在一起共用時間 所以這個是對立法院好啊 所以你們剛剛也不要這樣子 好啦 這個我也不為難啦 就說 好啦 我只是跟你們講一下就是說 一個案子請三個律師上線 這沒有錯 但是在面對四個機關 他們四個不同的訴訟標的的時候 其實它是不同的案子 所以我們主張是 所謂的武器平等不平等 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去思考 這是法律人的思考角度 那讓不懂的法盲 去這樣子胡扯亂帶風向 我是不喜歡這樣子 其實我跟你講 我來自我很不喜歡去打臉一些 不懂法律又愛在這裡講法律的人 但是一直都在我面前一直這樣 然後我就 我知道你的目的是什麼的時候 我就不得不說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講的東西都可以來挑戰我 因為我認為說 四個機關不同訴訟標的 你混在一起說 所以他請12個律師可以 那這邊三個 然後說什麼 12個共用一個時間 我覺得講這個都講 講這種都是外行話 這個其實沒有意思 所以 昨天他又講說 為什麼來質詢的範圍 跟今天會議題目不一樣 昨天才罵完這個是 今天到這裡他又做了一個 跟今天題目不一樣的質詢 所以我就覺得 為什麼大家都可以著視金非 著非金釋 我沒有辦法理解 這些政客們在想什麼 好 那謝謝次長 謝謝 謝謝總 請正監